她真是刘嘉玲的梦想,是袁荣怡想接吻的对象 是和蔡少芬转飞吻的男主,是张万玉痴迷的偶像 她是她的师者,但却直直无名,从未担起主要角色 她人生中的高光时期,便是嫁给了当年万千少女 倾慕的正哥哥,王入华 而少有人知,她真正出名的时期,却是在她故去以后 2020年5月26日,梁杰华辞世 她的丈夫,却在那天发誓,永远不再娶 因为她的爱,她的存在变得珍贵无比 然而,消息一出,在无数人感慨的同时 也有八卦媒体将旧事翻出,王入华自爱发妻,曾为其大陆母 于是便有无数人好奇,一个男人究竟要有多爱 才能原谅一个女人的背叛 看完王入华和梁杰华的一生,或许答案就能揭晓 王入华和梁杰华都曾承认,双方不是对方的初戀 但19岁时的情数蒙动,却让两个年轻人无法控制 那时的他们,都是无线艾员训练班的学生 梁杰华是王入华的师者,被他大一岁 但即便如此,梁杰华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 梁杰华还是无可救弱地被他吸引了 然而,实习期间的学生,是不被允许谈恋爱的 没有交出作品前,也就没有话语权 于是,王入华事业爱情两手渣 一边吸梁杰华接纸,送花,写情书,一边潮注演艺圈进军 王入华的模样虽然英俊,但眼眸中却有种难得的纯真 甚至有种独特的傻气 他这样的形象,很快就被香港导演一眼相中 而事实,也证明了导演选角的能力 从天龙八部,到射雕英雄传 王入华饰演的角色,无一不被观众喜爱 尤其是他饰演的八十三版国正更是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经典 同样,由于王入华和黄庸的饰演者 雍美玲在剧中的表现架外出色 所以喜爱也被许多人疯狂地合起了撕皮 只不过,假喜真做的起码少有 其爱的两人,也各自深有所属 王入华疯狂地迷恋梁结华 雍美玲,也注迷地爱舞汤震业 只不过,令人唏嘘的是 有的相遇,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 有的相遇,却成为了致命的毒药 据公开资料显示 1983年,雍美玲在与王入华拍摄射雕英雄传期间 就已经与汤震业走到了一起 只不过,这段感情无能维持长久 仅过了两年后 两人的感情就走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但是谁也没想到 一阵激烈的争吵 一段破碎的感情,最后将雍美玲逼上了绝路 1985年5月14日 雍美玲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 享年26岁 不过,雍美玲和汤震业的故事 已经落幕 王入华和梁杰华的故事才刚开始 因为射雕一炮二红以后 王入华也成为了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不过,王入华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我 反而实现了他当初的目标 这一回,成名的他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牵着梁杰华的手 走在阳光底下 他不怕所有闪光灯的偷拍 甚至主动和女友在公众面前亮相 吸足了梁杰华安全感 不但如此 将王入华这样有名又碎戏的男人 总会少不了招风引蝶的戏码 然而,王入华进入演艺圈多年 从未被坐实过飞聞 唯一一次被转得此事而非的飞聞 是他拍摄包称天时与蔡少芬的那一段 为剧木炒热度是公司的惯用伎俩 而制造男女主的飞聞 即是司空见惯的行为 这样的事例 现在屡见不鲜 当年亦不在少数 于是,他与蔡少芬在剧中的亲爱桥段 频频登上了热手 甚至还有一些八卦媒体 将其算染后登了报 然而,王入华一贯市值来值去的胜指 他担心梁杰华看到这些飞聞后不开心 但又无法拒绝公司的安排 气愤之下 王入华一拳打碎了玻璃 虽然这样的行为 不能阻止公司继续炒作 但看到他先月值留的手 梁杰华也被他的爱意填满了心房 自此,两个人信任感直线上升 但爱情这条路上 总还有无数个难关 在等待他们接受考验 纷纷合合见真心 关关难过 关关过 细数王入华与梁杰华 从相戀到相守的过程 其中的细节 值得所有人学习 爆红以后的王入华 气露越来越广 片褥不断 光是金庸不下的人物 王入华就扮演了八个不同扮相的角色 反观梁杰华 虽然也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开启了跑龙套电定演技的新旅程 然而 即便他努力争取各部片中的角色 但大多拿到的 都是赦直无名无名的小角色 偶尔接到有名字的角色 指示个配角 比起刘嘉宁 张曼玉 袁荣仪 蔡少芬等女神等级的人物 梁杰华根本不算出众 即使将他与他同期的TVB女演员相比 他也算不上是最美丽的女孩 然而 在王入华的眼中 他就是最美的那一位 有一次刘德华开演唱会 王入华还在演唱会想调刊他 说他以前看得梁杰华就走不动路 表示自己的女友太好看了 可是即便两人如此相爱 还是不能顶住感情中的无合期 两人相戀三年后 有关于王入华的非文频频传出 不是射雕中的王造诗 就是好有位英雄 但即便如此 王入华也肯定地对媒体说 自己未来的老婆 非梁杰华目属 但即便王入华 吸足了梁杰华安全感 最少来多的日子 也令两人逐渐疏远 1985年 就在王入华 还在计划二人的未来时 梁杰华主动提出了份手 每人知道 梁杰华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但八卦媒体 还是忍不住来插一脚 宣称二人感情破裂的原因 是出现了第三者 这个传言 很快就被双方否认 但也不能玩回娱乐圈 这对天作之后 后来 梁杰华率先开启了新恋情 王入华亦不甘落后 对非文女有公辞恩大献恩勤 这样的举动 似乎让明星更贴近了普通人 因为许多情侣在倒戏份手后 往往喜欢令沉申欢刺激对方 殊不知 这样的做法 不但会伤害彼此 还会伤害另外两个无辜的人 果不其然 两人份手后三年 王入华重新追回了梁杰华 这段期间 王入华与公辞恩再一起了两年 之后因性格不合分手 但王入华重新追求梁杰华的时候 梁杰华还是恋爱中 然而 两人其实都如情未了 所以面对破镜重原的机会 都不想放弃 于是梁杰华便与现任男友分手后 重新与王入华走到了一起 承言 王入华和梁杰华的行为 并不可取 但现实中 能够破镜重原的感情 又有多少 曾经 微博上还有一个讨论二列的话题 能够破镜重原的感情 到底是没有镜 还是没有缘 那么王入华和梁杰华的感情 又是怎么样的呢 破镜重原 他与赌王再同一天去世 两人的影响力 却截然不同 一边是门庭约事 无数的媒体等待在一旁 而他这一边 却无人问津 聊聊数人皆是丈夫的自由 2020年5月26日 梁杰华辞世 他的丈夫却在那天发誓 永远不再娶 消息一出 无数人感慨他们两人的感情 但同时也有八卦媒体 将旧事重提 王入华自爱发妻 曾为其大陆母 这事怎么回事 故事倒回至1988年 那一年两人破镜重原 攜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梁杰华为王入华 孕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娶名为王子晴 回归家庭后 梁杰华意识到 自己说去不适合演艺圈 随即宣布适应 转行进入了保险公司 他在那里从零开始 一路走到了高阶主管的职位 这时 王入华的事业 也迎来了第二春 两人开始在不同的领域 做自己而爱的事 然而 多年后 一张涂色丑闻却成了笼罩 在他们夫妻两人 头顶的阴霾 2000年 一张照片 被网络媒体四处传播 佩文是 王入华发妻为其带母 不敢直视 照片女 是个穿着白色上衣的女人 笑意盈盈地看着对面 一个西装隔离的男人 而两人谈话的地点 则是一辆轿车内 根据照片最后定格的画面 看两人的行为举止 似乎他们二人 的确有些亲密 毕竟车内的空间十分狭窄 但两人却能在其中谈笑风生 甚至忽略了礼貌距离 这一点 相信也是八卦媒体 想要灌输及大众的观点 然而 面对这样恥辱的新闻 王入华却选择以一己之力保护妻子 他找到照片女妻子的同事 与其合照留影 用强而有力的方式 回击了大众的猜测 但事实真相如何 我们无从得知 但单从王入华 愿意绝对的相信梁杰华来说 他对梁杰华的感情 可见一斑 事实也证明 王入华最爱的人的确是梁杰华 2013年 梁杰华确诊了白血病 担心登报后 如论会影响妻子的心情 或治疗效果 所以这段期间 王入华对媒体永远拜口 不谈妻子的定情 而他自己 则早出晚归 时时陪伴在妻子的身旁 然而 因为治疗花费了几百万的费用 王入华的家女 早已家徒四壁 为了省钱 他甚至只能旷地摊 可惜 最后他的妻子 还是杀手人还 于2020年辞世 梁杰华离开后 王入华悲痛万分 发誓永远不再取 而事实也证明了 他对梁杰华的爱意从未消散 如今 他依然结然一生 妻子过世几年后 他才在很有关保卫的陪伴下 漸漸走出家门 但他最常做的事情 还是在空洞的房间内 感受妻子留下的温存 显然 王入华对梁杰华的感情 可陷天地 他们两人唯一做错的事 就是当年份守候殃及了他人 但抛开这一次不谈 他们两人的感情 也不失为一段戒话 可以说 人这辈子 都没有绝对的完美 也没有谁能够陪伴 谁走到最后 所有的人 来时都是一个人 走时也是一个人 但不同的是 在这世间宝贵的回忆 却能成为支撑 我们抹下去的精神食粮 相信王入华和阳盛 便是直指度过了 一个个难无的日夜 但 也有人说 一个人真正的死亡 不是他欲看死亡的那天 而是被所有人为亡的那天 所以 只要还有人 念念着他们 那他们就不曾真正远去 感谢观看